我们看这一体 这一体它说 如这个图所示 半径均为R 这个半径均为R 半球形玻璃 分别放在空气及某折射率 这是空气 这是某折射率 比玻璃越大的透明液体中 这个液体的折射率比较N1 它比玻璃越大 也就是N1 它是大约N的 好 那是空在这里 V1、V2、V3、V4 这个位置 这些都是点光源 分别在其上方 1、1、2、1、3、1、4的位置往下看 在这个地方往下看 这是1、2 在1、3 在1、4的位置往下看 然后呢 看我们这个半径 这些半径 它看起来 它的深度 分别是H1、H2、H3、H4 那么四指的关系 首先我们看 因为这个是球面 它是放在球心 所以这里 顶光源射出光纜 它这个界面的话 都没有偏向 都直接穿出去了 那都直接穿出去以后的话 那这眼睛的话 知道说 这些光线 它是有什么 有这个点光源射出来的 所以它看到了四深 看到这个点光源的位置 实际上就是原来的位置 所以它看到了这个 AEV的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长度 H1 实际上就跟R是一样的 那这也一样 这个的话 它不论你说 这里外面折射金是多少 反正射出来的话 这个光线都没有偏折 光线既然没有偏折的话 那你眼睛看起来 它的位置 就是在原来的位置 所以H2 也是等于R 那这个跟不一样 这个东西的话 光线射过来的话 它会什么呢 它会偏折 因为外面的折射率是1 那里面的折射率大1 所以它会偏离R线 所以看起来的话 会比较浅 那这种情况呢 跟什么呢 跟你喔 跟你这个 完全的四深 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它光 从这里射过来 射到界面上 跟从这里射到界面上 就完全一样的 所以你要带什么呢 带那个普通的四深公寺 我普通的四深公寺就是说 那个D D的话呢 是你的眼睛 在界子上面的话 看呢 某一界子里面的四深 然后呢 除以这个A1 A1的话 现在A1 现在是等于1 A1的话 现在是1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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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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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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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四深 這個四深的話 因為它外面的折射力比 比那個裡面的大 所以它會偏向保線 所以它什麼呢 它往後延伸的話 它看起來四深 它就比較什麼呢 比原來的什麼呢 比較深 那我們也可以代公式 D 除以N1 就是眼睛所在的一體折射力N1 它就快點高上來 實際上這個只是約略 不過的話 你那個眼睛只要 不偏離 這個正三方太遠 這個公式是非常準確 除以這個 這個就是H4 R R的話就實際的深度 除以N 所以H4 這個上次等於N1 R 那A1比N大 就一體折射力比這個折射力大 所以大於R 好 那接下來我們知道 這個最深 看起來最深 就H4 大於H1 H1等於R 等於H2 H2等於R 大於H3 H3A分子R 所以答案是這個 是H4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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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4